大家好,泰国媒体当地报道 5月29号泰国海军去年9月向北方工业公司采购的三辆VN-1627装甲突击车 已经运抵了泰国 这使得泰国成为继委内拉之后 全球第二个拥有VN-1627突击车的国家 VN-1627突击车是我国北方工业公司向国际市场推销的一款两栖装甲车辆 其部分指标与我军05式两栖突击车类似 VN-16主要的武器是一门105毫米的低后座的线囊炮 配备了影像式的火控系统 而且具有激光测距仪、热成像、炮仰、瞄准镜等 其在水中最大航速是每小时28公里 泰国的海岸线漫长 国内水网发达、水系丰富 因此一直以来非常重视两栖作战能力 泰国皇甲海军的主战装备 依旧是美制的AAV-7AE两栖装甲输送车 已经十分老旧 期待淘汰 因此近来采购了大量中国制式的武器设备 泰国政府盯上了北方工业的VN-16两栖突击车 此前据检视防务周刊9月份的报道 泰国政府的公共采购服务部门 于去年9月10号发布了一通告 表示泰国皇甲海军将斥资3.98亿泰铸 又和1300万美元购买三辆 北方工业公司生产的VN-16两栖突击车 这时近年来继VT-4主战坦克VN-1轮式步兵战车之后 泰国购买的又一款中国装甲车辆 泰国媒体报道 泰国政府计划采购第二批的VN-16两栖突击车 数量也是三辆 泰国海军19年已经采购了中国研制生产的 071E综合登陆舰 也是我国首次对外出口船屋登陆舰 在获得071EVN-16以后 泰国海军认队将获得东南亚地区首屈指的两栖 东南亚国家采购中国的武器装备 现在有些人认为中国实力已经到达了东南亚 未来泰国和中国的合作会扩大 我实际告诉你 据我对东南亚的了解 东南亚一定是和美军合作更深入一些 即便是中国有一天超越了美国 中国的经营总量超越了美国 那么东南亚像泰国和其他国家也会和美国合作 很简单 地缘政治考量 什么叫地缘政治 泰国还有东南亚国家 它主要防备的地区安全问题是防备谁 一个防备中国 另外一个防备在海上一些威胁 防备中国成为主要 所以从地缘政治考虑 东南亚国家一直是防着中国的 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存在 可以为这些国家保驾护航 所以它向美国靠拢是一定的 这就是地缘政治 也是中国需要 咱们中国一些军迷需要了解 不是说中国的武器到了东南亚 中国和东南亚关系就好了 不是那样的 东南亚国家它有自己的战略 特别你看像越南和中国 也是都是共产党执政 但是越南对中国也是提防的态度 这就是地缘政治 这就是国家利益 虽然都是同一个党 都是共产党 但是越南共产党 对中国这个防备心理非常强 所以你可以看 美国会利用东南亚国家 对中国这种特殊的地缘政治 这种地方会拉拢一些东南亚国家 这是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复杂的一个原因 中国是大国 中国不是小国 既然是大国周边这些小国家 都会提防着中国 而他们需要谁 需要美国来进行平衡中国 那美国在东南亚国家的存在 顺利成章 你包括看现在越南 越南和东南亚国家 这个一样 对吧 但是呢 它是共产党执政 但是呢 它和泰国一起拉着美国 对抗中国 所以这点上可以看 中国地缘政治环境很复杂的一个原因 就是中国呢 是一个大国 中国是可以什么的 可以影响到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这么一个大国 所以这个整个东南亚地区啊 未来还可能会形成 跟美国进行一个合作 甚至东盟可能会和美国形成一个新的 针对中国的一个 你说军事上的包围 或者是 类似于北约吧 我觉得东南亚可能会形成这么一股 因为我现在判断呢 包括俄罗斯 包括俄罗斯 包括美国 现在我的整个的看这个情况来看啊 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 未来可能会谈一些东南亚的事情 现在我了解到的 所以从这点上看啊 未来东南亚可能会 在俄罗斯的默许之下呢 跟美国会形成一个类似于北约的 针对中国的一个军事同盟 现在正在有这个想法 我从俄罗斯方面了解到 那么俄罗斯其实也就明白了啊 那他和美国在欧洲进行交换 那美国拿什么跟他俄罗斯交换呢 其实就是拿东南亚一些利益 那这点上我觉得俄罗斯呢 他有自己的国家利益 中国也得防的 防备 所以未来东南亚我觉得并不乐观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